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然後想跟大家聊聊,是第五場賽事,第五場四班1650的賽事 開拍時間是8點踏9,將私家三跑爛 一號碼寶然德德,方家8萬房時間10檔133鎊 而寶然德德,今季出,三班都叫做跑近,我是第四 之後下班,一落四班,之後就入Q,又升上三班,現在又落四班 這次是抽了十檔差一點的,預料這隻馬都是留後和你出一段 所以我覺得十檔對他沒有什麼大影響 但是沒有什麼影響之餘,也有些影響 因為他抽到比較內難的檔位,他可以跟前走 這隻馬勝在可以夠機動,不一定要留到最後和你衝一段 但是這次抽到十檔,預料他都應該會留後和你追的 因為沒有辦法,當他太差,他早一段應該都不會跟你說快 逼進去和你搶前的 那你要留意,其實這隻馬呢,換過很多騎士的 黃澳南騎過,賀哲耀騎過,楊明論騎過,陳嘉希騎過,波見士騎過,班德里騎過,今場是蝕欣 這隻馬呢,每個人都騎過,每個人都騎過這樣 每場都轉騎士,我覺得這一點都要留意 而且蝕欣呢,其實這些要追上來的馬呢,我覺得都... 真的表現都一般一點,所以我就覺得... 這隻就算了,暫時... 我覺得他四班是有得贏馬的馬來的啦 但是我覺得... 這次這個配搭,我覺得都不像... 而且那個檔位差呢... 補足慢呢,所以我都沒有選到他 2號馬,艷艷完碎,蔡宇漢馬,馮萊拉騎7檔,1,29磅 那艷艷完碎呢,你一定是很惹非的,坦白說 莫萊拉接手過一次,就是贏過一次 那這次又找回莫萊拉,你預期都偏熱的啦 不過這件事上場就幫他跑第三 那麼上次一檔其實都省了 那這些馬都是要等在前面跟你衝一段啦 那麼其實這隻馬抽到7檔都適合莫萊拉發揮的 他上次贏就贏了4檔啦 那麼就背124磅,現在背129其實都是差5磅左右而已 那麼這場馬小場合,預料他都是跟前走的 我覺得都十分之好跑的 那麼你熱的你都要的了,沒辦法啦 就是你最多可以選他什麼呢,進不了Q 但是你說頭三我覺得都算頗為穩陣的 是呀,因為進不了Q我也覺得難啦 其實這場真的沒有什麼很好的對手在那裡 好的對手都是,要不就當位太差 要不就要留後面跟你衝一段 那這場補充不快我覺得是難追的 所以我覺得,倒不如還是要這隻驗驗完碎啦 對啦 三號馬好運寶寶 高冬尼馬房前單,其實6檔127磅 好運寶寶呢,在4班呢 一直都叫做跟前走 但是最後都是散回來的 那麼,都想不到什麼藉口或者祭遇給他的了 那麼,這隻五歲馬呢 你預料他都一定是等在前面走多的啦 那麼,今場我數不到哪隻馬可以快樂他啦 可能這隻進龍飛騰可以不可以嗎 可能也有機會會快的 八號馬請喝茶會不會都放呢 還有你數隻玩具達人啊 天空之城等等 是不是都可以等到前走呢 我覺得,前觸最快 就是數來數去都是一隻好運寶寶 但是唯獨是要留意這隻馬 貫注力真的欠缺集中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呢,難選到他啦 甚至只有他放頭呢 那麼,我不如選手在內蘭坐波 蝕衛那些好過選這一隻啦 對啦,所以六檔呢 都會被人頂一頂 再頂一頂呢,這些真的不是很得氣的 但我覺得四重彩都可以兼顧一下的 不排除他可以這場有馬少呢 捱到他第四咯 但是,你說贏我覺得這些不值買 四號馬熊龍,蘇惠賢馬防波 一件事期五檔,126磅 熊龍呢,都叫做...都頗一段時間 跑下去呢,都沒有什麼積體 那麼,這隻馬呢,就要後了一段的 而且他覺得跑沙田好一點 那麼,你過來谷草跑 我預料他也是減分 勢頭居多 那麼,這場步速慢 要在後面抓一段的馬 大有馬在啦 那麼,你一四稱 那你不如要那隻保賢得得 都未必選到這隻熊龍 但是這隻熊龍就一定會 絕對有些分頭在那裡 那麼,五檔呢 都可能會影響到他的發揮的 那麼,所以我就... 暫時都沒有選到這隻四號熊龍 是啊,都覺得邊線一點的 這些馬 最多喜歡的朋友 這些應該三四十倍有在的 你跑谷草 你說熱到十多倍 這些當然是想都不想啦 那麼,三四十倍這些 就是四重賽胎得過 叫做... 那麼,我馬在龍飛騰 騷擲馬 防火人星期三 全球126cc 這隻呢,我覺得他有點腳影 那,看回到他現在說的方法集 一月十八號 沙田千義來集 跑跑艇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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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他輸下部的 那你不要對這部集的成績太介意 那你上場見的他跑呢 蝕欣呢 都叫做 近了啦 田草 追南兩部上來跑的第六 狀態是好很多的啦 有點泡泡的光 那這隻我就不覺得 坦白說,他一出就立即有的,這場再出來跑菊草 但我覺得這隻,今次抽到三檔可以坐黃金包箱位置,你沒得不留意 我覺得他都應該有些冷滿的味道,這隻進龍飛騰大家都要留意,各位讀者 六號碼玩具達人,姚本輝,萬房本名飛騎9.15 這隻要挑剔的,檔位差一點 還有他連回,等在前面走,也叫做捱倒的2.244 他今季出來沒脫過頭四,不過也是田黎的職 這次過來跑菊草,這隻馬前速夠快 你預料他都一定是放在前面走的,這些馬不用想的 這次九檔,好運寶寶六檔,要考慮這個點,他是不是要易碟呢? 請喝茶會不會頂到他呢?因為請喝茶也四檔 請喝茶前觸都不慢,不要說他競賽水準到尾,但是他前觸都不慢 那預料玩具達人,要浪費點力賣二碟 但是我覺得還好的,因為如果你轉彎出到頭的話 其實坦白說,那隻好運寶寶,我覺得他真的未必定得到 如果你說四重彩的話,這些你更加應該拖著 你泥地跡都表達到你看,這隻馬是中心賣的第四回來 我覺得這些馬你都可以要住 七號碼開到財子,搖本輝,馬房潘頓,其實8檔,124磅 這隻用到潘頓,有沒有需要呢? 那這隻馬連回在一個很不利的形勢下 都撲近入Q,四檔五檔 那這隻馬都一定是留後衝一段的 那這次抽到八檔,換了潘頓上去 雖然潘頓未騎過這隻馬 但我覺得這隻馬,都是要一些比較硬的騎士去砌起他的 這些真的都要打邊,配得兩下,配得更厲害 這些馬才追得夠起跳 那預料他這場都是跟著一隻艷艷元帥跑的 有隻假想敵在那裡 那如果你說艷艷元帥偏弱的話 那其實不如要這隻海島才子吧,說真的 就是當位大家差不多 但是在讓你五磅 那這些馬要砌下去 騎士硬攻連環在幾次 那些不是太有利的情況下都追得近的 那我覺得這隻馬,其實會比艷艷元帥 那艷艷元帥 也都是因為他這一班贏過而已 那這隻海島才子這一班,就是今季 是未贏過的 但是上季都一樣有贏過的 那我不覺得要輸蝕你這隻,驗驗元帥很多 那這隻反而應該都有一些分頭在 我覺得這隻都可以留意著 八號馬請暗茶 羅富全馬防賓 其實4袋123磅 那什麼請暗茶呢 就是騎下去千四都真的一般的 那兩場填草 1650我覺得就可能會吃力一點一點 那我覺得這些馬跑短一點好一點的 那之前有推介給大家 因為他複雜很漂亮 但是騎下去都沒有什麼看 那再騎下去都還需要跟進 那轉場地 預料呢 現在50分 都是減少一點分才再講 我覺得這隻都請暗茶 今場的倍率有的 但是機會就真的很變善 九馬天空之城 呂結了馬防賞 其實2袋127磅 那這隻今次抽到的2袋 預料他都跟前走 那跟前走呢 其實他都有一些表現 可以接近3 3 4 4 但是你說連贏位 那今場沒什麼好馬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嘗嘗嘗他一票 但是我覺得機會就不是很大 第四重彩這些馬就要拖著 因為他都準成的 這陣子 定期都可以跟你撲近 有個3 3 4 4 今次抽到的2袋 他預料他都會再跟前一點 這隻馬快 那隻雲彩飛揚一檔 那如果他涉到黃金包商位 他會好好跑 但是就要看一隻進龍飛騰 肯不肯得過你 因為這隻進龍飛騰 前足都夠有在 那如果天空之城 早段再積極一點 砌下去 那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賣到難 守第二位 那我覺得這些馬 都很大機會 但是你說和一隻進龍飛騰 比 我覺得機會都很公平 那是看哪隻配女好一點 就是連贏位 就兼顧哪隻 十五馬雲彩飛揚 葉楚行馬防班 一袋83磅 這隻就算抽到一檔 我也覺得未必能動手 但是葉楚行 有時候去到貴宗的玩法 也會有些不同 林樂斑的馬 他才來動手 不是落了那些重磅 換潘頓的大師傅 才動手 有時候未落這些 又被他爆到冷門位置 所以都難不提防 這些四重彩 就算真的沒有動態 什麼都沒有東西可以看到 我覺得都要 可能要拖一拖 我覺得還是有這樣的 爆冷機會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連馬師那些 動態 你都要留意 不要說 這隻一定是落斑 換潘頓 我覺得未必 這隻馬 最多四重彩 連贏位 就沒有位預備 這場馬四重彩提供 此體落沒有隻飛得 如果你叫我飛 我會飛一隻請暗茶 會飛一隻熊龍 是的 四重彩範圍 一號馬保賢得得 二號馬驗驗完碎 三號馬好運寶寶 五號馬進龍飛騰 六號馬的玩具彈 七號馬的海盜才子 九號馬天空之城 十號馬運彩飛躍 這個是四重彩減馬發位 排序方面 我想搏一搏 不如要這隻七號馬 海盜才子 始終今季未出頭 騎煉意志一定有在 換到上潘頓 都擺明居馬跟你說 我這場要贏的了 是的 這隻馬是要騎士 騎工比較硬正一點的 砌這隻馬上去的 這些都是要配上去 打到他啪啪聲的馬來的 所以潘頓是很配合 這隻海盜才子 我覺得 即是在我的 基於我的幻想裏面 但是你說 具體騎來合不合 就真的要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是需要一些 硬正一點的騎士 九號馬 海盜才子先走 我選擇驗完碎 這場一定會開得超熱的了 我決定不選擇驗驗完碎 我就決定選一隻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 放頭捱得到的馬 晉龍飛騰 三檔 就算他放不到頭 坐著黃金包箱位的話 一樣都是很好發揮 上場已經有些腳影走漏了出來 我覺得今場有機會可以先反線 就要了這隻 五號馬的晉龍飛騰 選了七五一對 我覺得二號馬驗驗完碎也走不掉了 換回一個這麼搭檔的莫萊拉上去 那 莫萊拉贏的 這隻馬 再換莫萊拉上去 是偏熱的了 但你也沒得不要 選了七五一 之後要一隻 難選 玩具彈 七五一六 這隻玩具彈十分之準成 又是可以等前走的馬 如果他快得那隻好運寶寶 我覺得好跑的 也好 七五一六 這場馬 第五選 提供一隻冷碗給大家 雲彩飛揚 一檔 有些冷味在 連馬斯 他會做到的部署 今次又抽到一個好檔 不知道他會不會決定跟你搏這波 雖然這隻馬 我暫時看上去就未必搏得起 但是馬少都難些預料 這場馬提供是 七五二 七五二 對 七五二 七五二六十 七五二六十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馬上回覆你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